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在台北登场 前美国太平洋陆军队司令鲁德亲自来台 这回共有27家来自美方的国防业者 和中科院汉乡公司等进行交流 国防部长顾立雄则强调 这是透过民间的论坛去协调合作 内容当中是不涉及军购 一行人浩浩荡荡走向会场 人群中最高大显眼的这位 正是前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司令鲁德 特别来台出席一年一度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 这回共有27家来自美方的国防承包商 和我方业者进行交流 因为这是一个定期的我们跟美国的 这方面的产业界做一些定期的沟通跟交流 太强嘛 你要聚焦的话就是我们造飞机 大概就是这方面吧 我们已经是他们国防产业供应链的一环了 我们很多年以来我们跟美国很多公司都有合约 所以说我们早就已经是他们的一环了 今年的论坛分成三大主题 首先有负责国机国造的汉翔 国舰国舰国舰的台船 还有中科院简报台湾关键技术 再来聚焦AI国防技术和未来发展 探讨台美国防产业的合作机会 最后探讨的是先进无人机技术 我们台湾的国防产业协会去邀请 这是跟民间的一个产业之间的一个论坛 那么有没有办法在这个产业之间 他们形成他们这个国防产业之间的合作 这个跟部里面本身的这个军购 或者相关的这个建案是没有关系的 涉及机密会议才闭门会谈 股方部长强调内容不涉及军购 美方27间军火商组团来台 规模更甚一望 目标很明确要让台湾国防自主 也能成为国防供应链中的一员 记者林先生 萧瑞生 台北报道